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哲学时一连串重要哲学家身上展现出来的重大思想转变 来让大家理解今天的自然科学在知识里面的地位到底是怎么来的 第一季的第一集要大家回到两千多年前 用西方哲学的起源泰利斯和一个重大哲学转折的引爆点 苏格拉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然知识上面的争辩 泰利斯所代表的是第一个自然哲学家 志在找出自然现象背后的原理 而苏格拉底则是哲学史上面著名的第一个人文主义转向 把哲学的关注从物理现象转到人的认知与生命上 虽然冰的哲学这个节目要介绍的是哲学家之间的思想转折 但考虑到大家对哲学家各式的思想可能都不太认识 所以我还是会花一些时间介绍每一个哲学家跟主题相关的思想 在前导集里面跟大家说过 这个节目听起来比较需要花一点心思 内容也会稍微难一点 大家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声音类型的课程 所以这不是一个讲哲学家八卦跟生活小故事的节目哦 冰的哲学真的是扎扎实实念过书简化给大家的哲学史 制作的时间很长 请大家多多支持咯 没有订阅的听众朋友们就只能听到这里咯 虽然哲学新媒体的宗旨在于促进哲学推广 但很多网站营运的管理 节目制作 录制 后制等都是很庞大的资源和人力成本 我想大家也不希望哲学家们饿死街头 冰的哲学这个节目呢 比较倾向声音类型的哲学课程 制作的时间成本非常的高 所以除非将来有政府的补助 不然就只能提供给订阅户了 我们也会尽量找出时间和人力 继续提供一些免费的公开哲学podcast给大家 大家如果对哲学课程有兴趣 哲学新媒体在Teachable平台上面 开了不少的哲学线上课程 里面有教大家写分说文 教思辨 教柏拉图的心理学 儿童哲学 科学哲学等这些课程 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你们到哲学新媒体的网站上面 走一走看一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冰的哲学 哲学冰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